有機肉類 有機護膚品 連有機的棉質T恤都有 不過我相信聽到最多的都是有機梳果 但你又懂不懂得分辨哪些才是正宗的有機產品呢? 浸大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去年訪問了600多人 當中6成人說買過有機產品 不過市民對所謂的有機產品認知不足 4成7的人只是單憑產品或者商人聲稱有機就會上 有本地的有機農夫說有機產品不是那麼容易分 應該在外表來說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想買到真正的有機梳菜 如果你想買到真正的有機梳菜 我覺得應該是去農墟 因為農墟那裡你可以直接跟農夫去聊天 還有你有什麼疑問你都可以直接去問他 其實我們現在暫時沒有任何法例規管有機產品 有機資源中心說有機市場發展潛力大 計劃為入口的有機加工食品例如去罐頭食品 提供認證服務推動有機飲食普及化 在現階段我想我們可以做的事 因為我們的標籤在市場上佔有的比較強 市民認識得我們比較多有6成3 所以我們希望推出一個認受服務 認受服務就是一些入口的產品 他們已經認證了我們可以加我們的標籤上去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只是一個入口市場 政府如果要建立一個認證標準 都要一段時間去磨合國際上的標準 然後才有自己的一套 如果去到街市發現聲稱是郵機的梳果 沒有貼上任何的標籤 就可以留意一下店內有沒有相關的郵機證書 買的時候就更加安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紅陰報導